尤其是在Science上发表了这两篇文章 再加上一篇在Mirror Rex上面发表的这个小文章 这三篇文章呢 他们几乎是同一时间发表 然后发表完了以后 世界各国的媒体纷纷报道 那么在这个中共看来 他们的这个洗地基本上都是到了一个 洗到一个最高水平了 而且紧接着呢 在这个中间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看到美国 在拜登政府的这个带领下呢 然后给出了一个相当于是白皮书 然后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 不 这个首先呢 这个病毒呢 不是恐怖武器 不是生化武器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它不是实验室这个来源 第三 这个它没有一个做一个 这个中共的这个科学家 不懂得做这个功能加强实验 第四呢 是中国人 中国的领导人 在这个病毒释放之前的话呢 是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事件呢 基本上每一条都是赤裸裸的洗地 所以呢 我们说那是一个这个黑暗时期 但是呢 就刚才正如这个直接了当所说 这个溯源在这个民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所以我们看看 那么在这个今天 在这个八月份以后 忽然间呢 急转之下 发生了几件大事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在八月二号的时候 柳叶刀的这个COVID-19委员会主席 他就在做一个采访 然后呢 就旗帜天明的 就认为呢 说美国政府正在阻止 对大流行进行真正的调查 那么他所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 我们这些年 这个找到了这个动物了吗 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在 我们上一期也讲到 他们所说了那么多溯源 然后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没有任何人解决得了 就是他们找到了那么多动物 但是在动物的身上 在动物的血液里面 从来没有查出过抗原 也就是病原体 也没有查到过抗体 也就是说证明这些 这个动物从来没有被感染过 那么这个动物体内的 环境上的这些COVID-19的病毒 到底从何而来呢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那么你病毒的溯源 你是不能解决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再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茯苓蛋白的切割位点 来自 它有哪里来源的 因为我们知道 从这个 这个病毒一开始 我们就在打这个 茯苓切割位点 因为它在β这个蝙蝠上面 它是没有的 那么在S蛋白上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茯苓卫点 是减切S1和S2之间 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煤切位点 也是导致这个SARS病毒 感染人体的一个 最关键的这个煤 包括到最后呢 中共洗地的时候 推出来一个在边境 出现的老窝病毒 那瘟病毒呢 它出了蝙蝠病毒 然后呢 和这个中共病毒 有96.8%的相似度 那么这个中共就洗地说 那么他们可能 这个病毒是从外国 从这个边境传来的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他们在那个蝙蝠 96.8%的相似度的 这个S蛋白上 依然没有发现 茯苓切割位点 所以呢 至此呢 这个他们的这个 所有的洗地 都可以说是完全失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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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2 1